新生代实力派在升级。 王一博竟然现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难道他要开启一条全新的职业道路?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深意? 快来一起探索这个令人意外的发展。 实力派在进化。 王一博去了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这是要转行的节奏。 这次,备受瞩目的当红小生王一博以为和防暴队剧组成员的身份, 踏入了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大门,而非以歌手或演员的身份出现。 可以说,在这次的录演活动中,他不仅深入演绎了角色杨振, 还带来了一股正气凛然的风采。 另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是, 我注视着你眼中的闪光,犹如梦想的投影,将整个宇宙都蕴藏其中。 这难道就是在描述王一博本人吗? 曾经怀抱着宇宙梦想的少年, 如今已将理想当做早餐, 每天津津有味的品味。 不简单的警察梦。 王一博在这次有意义的展示中,不仅表达了对于杨振角色的理解, 也透露了自己从小就对警察的崇拜之情。 仿佛每个男孩心里都有一个英雄的形象, 而王一博心中的英雄就是身着警服的警察。 他表示, 警察不仅仅是酷, 更是伟大的存在。 观众现在可以通过镜头看到那些小时候玩耍时模仿的警察形象变得完美呈现。 在拍摄过程中, 每一个小细节都像是在向童年梦想致敬, 也是在歌颂那些守卫和平的维和警察。 一位网友名为警戒小迷递的评论说, 王一博在扮演警察的时候, 真的太酷了, 让我想立刻报考警校。 追风者热血上线。 必须提到王一博的作品《追风者》。 这部作品不仅因为剧情紧张刺激而在网上广受好评, 更因为王一博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他通过不懈的努力, 从幕后辛勤付出到台前光芒万丈, 完美诠释了角色。 观众认可了他在台前台后的辛勤工作, 一大批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纷纷表达了对他的喜爱, 网友追风小王子留言称, 王一博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我追风的动力。 维和防暴的意义所在。 这次录演不仅仅是为了宣传影视作品, 更是向维和防暴警察致以敬意的一次活动。 维和防暴对这部电影, 以崇高的目标和伟大的方式展示了维护和平的艰辛, 激发了更多人对这一职业的理解和尊重。 王一博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通过这样的作品将维和的意义传达给广大群众。 一个名叫和平先锋队的网友也惊讶地表示, 没想到通过王一博, 我对这种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电影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觑。 双引号。 这次跨界合作的路演无疑是一次巨大成功, 不仅让王一博的粉丝们大呼过瘾, 也让更多人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全新的了解。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 但王一博的举动至少在年轻人中 引起了学习和认识警察职业的热情。 作为编辑, 不得不佩服这位实力派小生。 评论区已经热闹非凡, 你还不来凑热闹吗? 电影《草木人间》上映首日票房破5亿, 吴磊饰演大学生救母。 4月3日, 国内首部反传销题材电影《草木人间》正式上映, 并在上映首日就取得了突破5亿的票房成绩。 这部电影由顾小刚指导, 吴磊、蒋秦琴、 陈建斌等主演, 讲述了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何慕莲, 在发现母亲吴苔花身陷传销泥潭后, 决定舍身救母的故事。 在电影中, 吴磊饰演的儿子为了救母, 一度报警, 但换来的却是母亲的责怪与爆发。 这个情节让不少观众感叹传销组织的危害之大, 以及人性的复杂。 影片不仅揭示了传销组织的真相, 更让观众深刻反思了人生价值。 此外, 片方还发布了陈丽演唱的同名主题曲MV和供应海报, 为电影的宣传造势。 这部电影的成功, 不仅在于其深刻的主题和精湛的演技, 更在于其敢于挑战华语电影先少碰触的传销题材, 用艺术的力量呼吁大家警惕传销的危害, 真爱生命, 远离传销。 草木人间作为国内首部反传销题材电影, 在首日上映就取得了五亿的票房成绩, 这样的成就不仅令人惊讶, 也反映了观众对于这个主题的兴趣和关注。 这个题材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是一个敏感而现实的问题, 涉及到家庭、信任、与法律等多方面, 因此能吸引到这么多的观众, 可能是因为电影触及了社会中的一些痛点。 电影讲述了一名大学生何穆连, 发现母亲吴苔花陷入传销泥潭后, 决定竭尽全力救母的故事。 吴磊饰演的儿子在努力营救母亲的过程中, 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与挫折。 这种情节引发了观众对亲情和社会问题的深思。 吴磊在电影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他饰演的角色和慕连既有年轻人的冲动与勇气, 又有面对母亲责怪时的无奈与痛苦。 他在电影中为了救母报警, 但换来的却是母亲的责怪与爆发, 这一幕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力感。 这种复杂的情感和冲突, 使得电影具有了很强的情感共鸣。 这部电影还揭示了传销给家庭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在电影中, 吴苔花由于深陷传销, 他对儿子的质疑与不理解, 不仅让和牧连陷入两难境地, 也让观众意识到传销组织的危险与毒害。 在现实生活中, 传销组织通过各种手段, 诱骗无辜的人陷入其中,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 这部电影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 将这种危险呈现在观众面前, 提醒大家警惕传销的危害。 除了故事情节, 电影的制作与导演也值得一提。 顾小刚的指导风格独特, 他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情感表达, 将角色之间的情感冲突和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导演手法为电影增添了深度和现实感。 总的来说, 电影草木人间在首日就突破5亿的票房成绩, 既反映了观众对这个题材的兴趣, 也显示了电影制作团队的实力。 通过这个故事, 电影揭示了传销的危害, 呼吁社会警惕与打击传销组织。 同时, 电影中展现的亲情与责任感, 也激发了观众对家庭与爱的深思。 这是一部值得观看和探讨的电影。